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常觉跟大家讲一下炭茶 广东人最喜欢喝茶 最喜欢上茶楼 特别是放假的时候 一家大小就去茶楼 而如果平日有些长者 更加拿着雀笼去旧式茶居 跟雀友一路聊一路喝茶 就过日晨 所以一中两件是口头蝉 当然有时他们不知吃两件 但是这个如果长久吃下去 对于你的营养吸收会有影响 同时会容易增加你的三高风险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先讲营养吸收方面 因为根据卫生署的资料 牛、羊、猪、鸡、蝦 是有铁质 如果我们加点酒 或者加些浓茶来配合它一起吃 例如你鞋扒 你不就喜欢喝红酒 对不对? 这样的情形之下 这些这样的咖啡、茶、酒、普利 这些红茶等等 含有多酚类和单磷酸 这些是会阻碍人体吸收铁质 和短期钙质的吸收 所以你一中两件 每天喝这么多浓茶 你吃多少铁质的东西都吸收不到 所以长久这样 是会导致缺铁性的贫血 但是有补救的 如果你喜欢喝茶 你可以 但是最好是配合一些有维他命C的食物 因为维他命C是可以帮助铁质的吸收 至于怎样影响三高 先说我朋友的个案 他在香港住的 回来加拿大探讨我们 大家见面 多数喝茶聊天 他说一个星期之后 他去做验身检查 验血的时候 竟然所有的数字都飙升 胆鼓唇、血压、血糖全部升高了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广东点心里面 是有很多陷阱 我们吃点心最出名的就是虾饺烧买 然后叉烧包、蛋撻 这些是首选 先说虾饺烧买 烧买里面有一大块肥猪肉 用猪肉 虾饺的皮又要用油去搓 在这个情形 自然这个猪油就已经很多了 如果你吃叉烧包 蒸叉烧包 它是要放糖分 而且它的淀粉质 令你的糖容易升高 加上如果你是吃酥皮蛋撻 你要用猪油搓 这样的情形 这四大天王 已经令到三糕容易飙升 还有现时有一种新派的叉烧包 不是蒸的 是焗的 而酒楼的师傅都说 我们尽量不吃 因为加了很多的化学 令到它可以 但是形形很软熟 而且很软熟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危机存在 除了这四大天王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煎炸东西 比如说煎酿三宝 炸春卷 炸护角 炸虾饼等等 这些炸的东西 全部都用万年油 它不会每天跟你开一个新的油锅 里面的油用到变色 厨房叫它曼年油 这些炸癌率是提升了 同时油份又吸了很多进去 有时拿到炸东西 你看到碟底也有很多油在 还加上广东省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它发出一个报告 就说广式点心用糖是比较多的 就算是咸的点心里面 它也加了糖 是调出的甜味 同时胆固醇超标 怎样呢 就是特别是那种有鸡蛋 咸蛋黄 动物内臓的主要原料的点心 它有几个提议 它就说 猪脚姜一份 就去到425毫克 胆固醇 真珠糯米鸡 407毫克 流沙巴 389毫克 它说 那些 清的马拉糕 这些 就去到将近300毫克的胆固醇 对于血脂高的人来说 专家建议 每天胆固醇 摄取量 不能超过300毫克 即是说 你随便吃一份 刚才提议 已经是过了限额 所以建议大家 真是你去喝茶的时候 选一些清淡一点 譬如说 你叫碟腸粉 但是也慎防腸粉 很多油去卷 才卷成型 所以最好建议大家 加一碟白灼菜 就可以平衡一下 足够腺食纤维之余 又没有那么多油份 所以各位朋友 真是茶流饮茶 这个 是我们中国 广东人的传统 但是 因为它的胆固醇又高 加上用很多微脂素 微脂素里面是很多蠟 变成了盐份又高 血压又高 所以一中两件 间中是无妨 不要每天去 希望大家饮食得更健康 多谢收听